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北京时间2021年10月23日 星期六 欢迎来到财经那眼 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 主要和大家聊一下 以下几个问题 一个呢就是恒大呀 在30天的宽限期 结束到来之前的最后一天呢 规划了一笔8000多万美元的海外债的利息 避免了违约 但是啊 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很大的风险解除了呢 我觉得还不一定 因为很大后面还面临了好几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关于潘石屹的 北京税务局以涉嫌逃税为由啊 对SOHO中国开始动手了 那么潘石屹会如何了 他是否会被抓了 这是今天要聊的第二个话题 第三个话题呢 就是巩逆呀 他为了自保宣布退出新加坡的国籍 那么这可能也是啊 以后一些有外籍身份明星们的一个标配 都纷纷的向中国效忠 退出外国国籍 这个事情释放出什么信号呢 这是今天要聊的第三个话题 之前呢 我一直关注恒大的债务危机的情况 特别啊 是关注在10月23日一笔到期的美元债 它的利息是否能及时归还的问题 那么不仅是我呀 可以说全世界都是瞪大了眼睛了 在关注恒大的债务危机 包括欧美的金融界 以及一些主流媒体啊 全部都在关注恒大的事情 但是啊 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集团 在昨天令人非常意外的 在宽限期期满之前的一天 向国际债券的持有人 支付了一笔逾期的利息 从而避免的让投资人和市场 极为担心的违约事件的发生 恒大集团在星期四 也就是10月21日 向该公开市场美元债券的受托人 支付了8150万美元 那么受托人呢 随后向债券的持有人 是支付了款项 这笔美元债它的利息偿还呢 本来是在9月23日就应该还的 但是呢 这个条约就是合同约定了 允许在为期30天之内的宽限期之内来归还 所以债券逆息支付余期之后啊 债券持有人曾经向恒大发出了违约通知 最后恒大在宽限期到来之前 即使支付了这个利息 可以说是最后一刻还款啊 从而避免了违约 那么如果这笔债券违约 有可能就会演变成亚洲最大规模的企业违约事件 因为债券人呢 可以据此宣布恒大其他的一些债务也跟进违约了 我们知道恒大的债务是非常之多的 对不对 恒大是中国的头部房企 同时也是负债最多的集团公司 截至今年的6月底呢 恒大的总负债高达3050亿美元 其中呢 包括大约890亿美元的有息债务 那么这不是一笔小数吗 恒大在香港股市暂停交易的两个星期之后啊 星期四恢复交易 当天呢 他的股价就大跌了12%左右 恒大系的其他股票也是跟着大跌 但是啊 在媒体有关恒大支付余期利息的报道出现之后啊 那么他的星期五啊 恒大的股价开盘之后又上涨了5%左右 那么这样是不是说 恒大支付了这笔美元债的利息就转为为安呢 其他的问题都解决了呢 显然是不是的 深陷债务危机的恒大啊 他并没有因为这笔美元债券的逾期利息支付 而摆脱他目前的极端困难 极端危险的一个情况 一个星期之后的10月29日 他又有一笔面临着违约风险的 4750万美元的债券利息需要支付 就是一个星期之后啊 10月29日 大家可以关注 而在随后的11月到12月期间呢 他还面临着3.38亿美元的海外美元债券的票命利息 到期需要支付 所以总共算下来是20多亿人民币的利息啊 那么这对于目前的恒大来说是捉襟建筑的 可以说它是非常困难的 偿还的可能性呢 是不高的啊 恒大集团近几个月来了 由于他的销售不畅 大量的债务期限是接踵而至啊 公司严重缺乏现金流 因此呢引爆了外界以及市场有关该公司了 可能违约倒战 甚至崩盘的一个担忧 恒大近来呢 一直试图通过出售旗下的资产呢 来偿还他的到期的债务 或者是债务的利息 比如说恒大呢 他卖了盛级银行20%的股份 换了100亿人民币 然后广州市建筑投资集团公司呢 也准备从恒大的手中呢 结果正在建设中的 投资大约120亿元人民币的 广州恒大足球场 以及周边的住宅项目 这是第二项资产 但是本月初啊 恒大和广州和声创展集团 讨论以400亿港元 大约就是51亿美元左右啊 也这些现金将恒大物业 以51%的股权出售给后者 然后呢来换取现金流 结果这个谈判呢 宣告失败了 那么谈崩了之后啊 事后双方呢 还互相指责 也是吵了起来 这也让恒大呀 失去了一根救命稻草 很多人认为啊 如果他这个恒大物业 这样一个最优质的资产 如果被卖掉的话 恒大可能会起死回生 但是现在这个也谈不了 所以当天恒大复盘之后啊 股价暴跌12% 而昨天呢 恒大就开始自救了 在10月22日啊 许家印在恒大集团 复工复产专题会上 他就透露说 恒大没有预售过的楼房 以及项目 今后要全部改为现楼销售 大家注意啊 目前这种模式呢 房地产销售的模式 都是七房 对不对 但是恒大又开始改成现房销售 很明显呢 是因为市场上的购房者啊 他们不相信恒大能完成七房的交付 担心呢 付了首付 或者是付了定金 恒大到期不会交房 交不了房 担心这样一个风险 所以恒大的七房销售啊 基本上是一个伪命题啊 没人买 只有卖现房 大家才会考虑 所以这一招呢 可能对其他的地产开发商呢 都会产生一些影响 如果市场以后啊 都开始不接受七房 接受现房 对于中国来说啊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了 那么这对于开发商来说 可以说是致命的一击 打击他的现金流嘛 会上呢 许家印他就宣布 说恒大化解风险自救的三大战略决定 一个呢 就是坚定不移 全力以赴实现 复工复产保交楼 这是第一大战略 而第二大战略呢 就是全面实施 这个现楼销售 大幅压降房地产开发建设的规模 第三个呢 是十年内实现由房地产企业 向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一个转变 大家觉得这三大战略 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高啊 复工复产保交楼呢 作为恒大当前的头等大事 许家印强调了 只有复工复产 恢复销售和经营 才能保质保量向业主交楼 才能解决上下游合作伙伴的商票兑付 才能完成财富商品的兑付 才能逐步归还金融机构的借款 但是啊 如果改成了现房销售的话 这对恒大的现金流 会构成多大的压力和威胁 所以卖房还债 我觉得对恒大来说 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他不可能通过卖现房来缓解他的资金流 来缓债的 这个是无法实现的 那么针对产业调整和转型呢 许家印也是表示啊 恒大未来将全面实施现楼销售 房地产的销售规模呢 要从去年的7000多亿 在10年内压降到每年2000亿左右 并在10年里面呢 完成由房地产向新能源汽车的产业转型 做房子都不行 那么大家想想他做新能源汽车呀 能行吗 我觉得更是鬼打架啊 目前全世界 大家想想有多少企业在做这个新能源汽车呀 可以说但凡有点钱的都在砸钱搞这个新能源汽车 恒大凭什么就超过别人 对不对 像美国的特斯拉就不用说了 中国还有汽车30亚啊 还有像通用福特丰田小米百度 基本上都在造车呀 恒大凭什么就能竞争得过别人 万一将新能源汽车这个产量饱和了 对不对 他赚什么钱呢 他赚什么钱呢 所以在这么多竞争者中呢 恒大他是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 未来恒大 他怎么可能以新能源汽车作为他的支柱产业呢 我觉得这明信呢 就是画了一个大饼 就是一个忽悠嘛 再说了 恒大这次他是否能活下去 还是个未知数了 他规划十年之后的事情 尽管恒大此次了 他避免了违约 但是未来几天和几周之内啊 他还面临着其他债券支付的最后期限 可以说每两周左右啊 他就要支付一次利息的 都是美元债的 数额呢 也许并不大 但是到了未来某个时刻啊 他除了利息啊 还会面临着他的本金的支付问题 那就麻烦了 对不对 本金一环就是几十亿美元了 恒大目前呢 只有期待奇迹的出现 可以说 或者等待中国政府来出手救他 但是中国政府啊 我觉得是不可能为了恒大 这么大规模的债务来买单的 否则呢 还有那么多房企啊 都是负债累累 动不动就上万亿 对不对 都要来救 中国政府救得过来吗 不管是财政还是印钱救 大家这个后果都是很严重的 不是说印钱救财政救 就没有后患的 目前呢 并不清楚恒大是从哪里弄到用于支付逾期债券利息的这个八千多万美元的现金 但是呢 如果恒大 他无法偿还即将在下周五或者是下月十一月 或者接下来十一月十二月宽限期到的这个债券的利息 那么恒大在国际资本市场所欠的总额 大约是190亿元人民币啊 约合30亿美元的债务将被视为全部违约 那将是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1500多亿美元违约利以来的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第二大企业违约的倒债事件可以说 所以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将会到冲击 那将是世界的一个恒大时刻 关键的恒大很多债务是隐形的 对不对 到时候如果真的连环爆发的话 可能会超过委内瑞拉利盟大的规模 最近呢 国内可以说是人人自卫啊 你像打击马云等私营企业主打击演艺界的人士 昨天呢 李云迪因为所谓的嫖娼这样一个私德问题啊 被所谓的什么朝阳群众给举报被抓了 民生呢 在国内完全一下子就被搞臭了 好好一个钢琴家 一个青年才俊 对不对 中国难得在国际上有这么真才实学的人 他是得过肖邦的一个表演一能奖的 第一名的好像非常厉害啊 可以说一下子就成了过节老鼠 人人喊道 演艺圈的各种协会啊 纷纷开始开除他和他划清界限 基本上就搞成了新一轮的文革啊 批斗式的 可以说 比起官员利用公款包养成群的二来 一个百姓他就算是嫖娼 也不至于搞到这样一个地步 对不对 确实呢 他有引盖沈阳大爆炸的一个嫌疑 利用这种新闻事件呢 我觉得中共操作的那些东西呢 确实还是很有经验的啊 你看大爆炸一下子没人关注了 全部的关注利云敌成了热点 其实那场大爆炸啊 我看是非常恐怖的 整条街啊 那么繁华的一条街都炸没了 对不对 那要死多少人呢 肯定不是官方通报的吧 其实从这点就可以看出了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的一个正确性 对于目前中国这样的国家 如果你个人确实发表过批评性的言论 或者是上过黑名单呢 就算国内有天大的事情呢 都不要回去 否则呢 你是白白把自己搭进去了 你回去也没用 所以在这点上啊 我还是佩服潘石屹的 他的资产呢 现在基本上出来的差不多了 虽然最后还有一些几十页啊 没有甩卖出去 那么现在呢 人也待在美国不回去了 几个儿子呢 全部都出来了 就算他的大儿子潘瑞啊 被跨国通缉 中共政府可以说 也是把他没什么办法 所以这个人还是相当聪明 非常警觉啊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赢家 而昨天呢 中共政府啊 真的就开始给他照查了 一副要抓人的架势啊 确实是来者不善 昨天呢 SOHO旗下的北京建华置地有限公司呢 遭到了北京市税务局的立案检查 涉嫌了偷税漏税 北京建华置地有限公司呢 是一家由SOHO中国 和华远地产合资成立的房地产公司 那么华远地产我不说 大家都知道啊 老板就是曾经的任志强 对不对 北京市税务局的网站 在10月22日就通报就说了 接到了对SOHO中国下属企业 北京建华置地有限公司 由SOHO中国和华远地产合资举办 主要在大城市开发和销售商用的物业 华远地产呢 是华远集团旗下的一个分公司 华远集团它是成立于1993年 业务经营范围设立多个领域啊 以房地产为局 那么华远集团它的前任的董事长呢 就是以改言著称的任志强 去年4月份呢 可以说武汉病毒爆发之后 任志强呢 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啊 脱光衣服 都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他明显呢 是炮轰习近平 用所谓的伟大功绩来掩盖疫情 同年9月的任志强呢 就因为遭到这个政治报复 被重判了18年 可以说你是触目惊心了 潘石屹和任志强呢 有着20年的私交合作关系 两人被外界认为了 是非常好的朋友 任志强被抓之后啊 潘石屹的安慰啊 就受到外界的高度关注 外界认为潘石屹 可能会受任志强的牵连 遭到清算 根据媒体的信息呢 SOHO中国自2013年开始啊 就不再拿地了 从2014年开始啊 潘石屹就开始陆续的出售 他旗下优越的SOHO的物业 也像包括上海SOHO静岸广场 SOHO海能广场 以及凌空SOHO 10万平米的物业 还有很多啊 都是他的核心资产 都是在北京上海 都是他的核心资产 套现了300多个亿 在2019年开始了 就传出啊 潘石屹 想把他在中国境内 剩余的八个写字楼的项目 以80亿美元的价格全部出售给黑石公司 不过很快的被辟谣了 这是2019年 那么到了去年的年初了 市场就再度的传出了 黑石集团以40亿美元私有化SOHO中国的消息 而今年6月呢 媒体报道 黑石啊 寓意30亿美元的价格 收购SOHO中国已经发行的股份 相较去年的传闻呢 是少了10亿美元 然而呢 在今年8月份 中共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啊 对黑石一番垄断力法进行审查 导致交易在9月份上旬就中止了 说明显就是给潘石一穿小鞋 不让他跑 那么今年年初了潘石一的儿子潘瑞啊 就被举报 说去年6月他在微博留言说呀 在中印边境的冲突中呢 解放军至少一个瘾被活埋了 没有机会被添葬了 涉嫌呢 诋毁解放兵官兵 然后遭到了跨国通缉 而且潘石一啊 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呢 需要捐钱的时候啊 潘石一基本上都没有给国内捐 基本上看透了 国内的一些慈善机构 反而呢 他大笔大笔的钱呢 都捐到了美国以及海外其他国家 那么现在可以说 中共是收得越来越紧啊 有钱人要有什么动静 恐怕已经是不容易了 今年9月份呢 潘石一和张鑫被发现 坐在观众席观看美国举办的 2021年美网女单的决赛 一下子就是很多人 引发了对他们的关注 目前来看呢 他们夫妻应该还在美国 所以中共如果想以偷税 漏税的民意来抓人呢 可能这一次抓不到了 要扑空了 那么还是那句话呀 威邦不入 乱邦不拘 中国这样的形式啊 可以说但凡是稍微有点思想和头脑的人 都不应该待在国内 特别是那些富豪和精英呢 能出国的尽量应该出国 就算中国有金山银山呢 也不要去挖 不要赚最后一个铜板 但是偏偏呢 有些人呢 就不信邪 就像当初为了建设新中国 从国外干回去 做死的一些专家和留学生一样啊 还在往国内跑 最终呢 结果可能就是被中共一起给爆销掉了 去年开始兴起了一股放弃国籍潮啊 之前就有陈凯歌一家宣布放弃美国的国籍 后来呢谢天风宣布放弃加拿大的国籍 当然呢是真是假 也没人去核实啊 现在又有明星呢 非常功利来宣示啊 现在又有明星呢 拱力他宣布放弃新加坡的国籍 2021年的娱乐圈可以说是风波不断 广电总局呢 先是提议了这个县吉利 可以说当时炒的风生水起很热啊 之后又展开了清浪行动 就是为了清理娱乐圈的一些乱象 所谓的乱象啊 很多网友都知道 娱乐圈中呢 其实是不少明星成名是赚了钱以后啊 都是加入了外国籍 很多人呢 在国外是购置房产 把家人都安排在国外 人在国内赚钱 因此呢 这个县吉利一出啊 相当于很多外国籍的明星呢 都被断了财路 近日呢 多家媒体账号就爆料说 新加坡的国际女性呢 巩力将退出新加坡的国籍 打算重新申请中国的国籍 巩力同时还解释 说是自己年轻不懂事 加入了外国国籍 那么真的是年轻不懂事吗 那个时候好像有40多岁啊 算是给中国战狼小粉红道歉 他这样解释啊 当然也有就是解释的意思 这也符合前年呢 巩力大老台湾金马匠的风格 一个五老的女战狼 可以说巩力祖籍是山东 出生在辽宁沈阳 22岁的时候啊 就是因为竹影了张艺谋的电影 红高粱 然后红遍全国 后来呢 又慢慢走向国际 走向欧洲 好莱坞 对不对 这是他的一个沉迷的路啊 大概巩力之所以加入新加坡的国籍呢 和他的第一段婚姻是有关的 当年巩力是嫁给了富豪黄和祥 自然呢 也就跟着丈夫啊 加入了新加坡的国籍 不过当年对于自己加入这个新加坡国籍啊 巩力啊 还是比较嘴硬的 当年是比较嘴硬的 那么当年在采访巩力的时候啊 主持人就问到 巩力加入外国籍 有没有想对粉丝和国人解释 或者说一些话吗 然后巩力表示说 没有必要 确实没有必要 这是个人的自由 对不对 但是巩力和黄和祥的婚姻呢 并没有维持多久 两个人呢 一个忙工作 一个忙演艺事业 很久啊 就告吹了 之后巩力呢 又和欧洲的英语家结婚 两人结婚有几年了 感情呢 还算稳定 但是对于巩力突然被爆出啊 要放弃新加坡的国籍 重新加入中国籍啊 很多网友是并不买账的 明里暗里啊 都是讽刺 毕竟在这个节骨眼上 他巩力啊 宣布重新申请中国国籍啊 难免就被很多网友猜忌 说他的目的是不单纯的 对不对 虽然巩力是国际旅行 但是说白了 现在他已经有56岁了 快60岁了 在国外 以及好莱坞了 早已经没有什么影响力和市场了 年老色衰 在国外呢 也是混不下去 国内的钱呢 可能还是稍微好赚一点 所以才想到改国籍 那么更让网友不能接受的是啊 巩力他曾经表示 自己加入新加坡国籍 是一位年轻不懂事 但是很多网友就爬出来 说巩力加入新加坡国籍的时候啊 他已经过了40岁了 40岁的年纪啊 你再说自己年纪小不懂事 有一点堂塞网友和粉丝的意思 所以是越解释啊 越被打脸 打得越狠 现在呢 娱乐圈啊 可以说是提议实行这个献击令 很多外籍艺人呢 出境呢 都比较尴尬 比较艰难 巩力呢 早已经是加入了新加坡的国籍 国籍上已经不是中国人 自然呢 也在献击令之类 那么这也是巩力 现在重新升起中国国籍 遭到网友质疑最大的一个点 不少网友认为了巩力放弃新加坡的国籍啊 不过就是因为钱 看到了人民币 具体是不是这样 恐怕只有他本人知道 不过相比谢天风和巩力啊 娱乐圈的另外一位男演员 英国的男星张铁林呢 就显得非常大眼不惭啊 你看他是这么解释的 但有人问到张铁林加入英国国籍的事情呢 张铁林他就说 是为了工作生活能够便利一些 而且入外国籍之后啊 是帮助咱们中国做事更方便 这个解释可以说就更滑头 更扯淡的了 张铁林呢 这些年一直都是在中国国内拍戏 那么英国国籍生活方便呢 可以说是无从谈起的 那么这个扯远啊 说到巩力 可以说最近娱乐圈啊 像这样表忠心 要加回中国国籍的 确实不在少数 巩力现在想重新回来啊 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不简单 李林姐啊 好像曾经多次申请回中国国籍 但是连续三次被拒了 至今好像还没有申请下来啊 不知道真假 大家可以核实一下 中国政府和战狼们的认为啊 现在是东升西降 现在这个词好像很多粉红小战狼们 都在用啊 说中国强大了 也开始对当年加入 外国籍的明星精英们呢 开始清算了 这些下重新入籍的明星呢 一方面是面临着道德的盛查 一方面呢 还要接受举国的批判 可以说 为了一点狗粮啊 面子和李子啊 都输了一个金光 丢鸡又丢人 说不定哪天呢 在墙内啊 被扣上一个卖淫嫖娼的罪名 身败名裂啊 还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这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还是潘石义比较高明了 不争最后一个狗粮 不争最后一个同伴 在美国啊 老死都不到中国 肉身和民粮啊 都可以保全 这才是比较高明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们是一家加拿大 温哥华的律所 今天借着财经冷眼 线上的宝地 给大家普及一下 加拿大移民知识 这两年 很多发达国家 都在对移民关上了大门 我但理想目的地中 美国 欧洲 澳洲 新西兰 移民门槛越来越高 排期越来越长 只有加拿大 因为劳动力短缺 不仅没有收紧 关闭 反而逆势而行 大肆敞开招纳移民 最新消息 加拿大总理 嘉勤 刚刚宣布 计划在未来三年内 为加拿大引进 120多万移民 目前 移民加拿大 已经成为全球 疯抢的诺亚方舟的船票 我们律所 地处温哥华核心商圈 团队有几十位 不同领域的经营律师组成 是加拿大温哥华当地 最具规模的律所之一 不同于传统的 国内移民服务机构 作为加拿大的律师楼 我们专注根据客户需求 量身打造移民方案 脱离传统中介 广撒网 各国移民 齐推广的模式 多年来 只专注于做加拿大移民 不断地积累 客户办理经验 已达到最高的成功率 截止到现在 我们已经成功为 2000多个家庭 办理了加拿大 永居移民身份 律所拥有各领域 法律相关的从业律师 有30多个 加拿大境内外 专业移民服务团队 有50多人 我们拥有行业内最专业的咨询 及文案团队 迄今为止 保持行业最高的通过记录 主要办理的项目有 加拿大雇主担保移民 80到120万人民币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拿到封业卡 只需要大专以上学历 雅思四分 部分项目还可以免雅思 加拿大投资担保移民 无需经商经验 无需资产解释 投资入股成熟稳定的企业 一年半到两年 全家封业卡 实现移民和投资双赢 加拿大联邦自雇移民 文化娱乐体育行业的自营职业者 有相关专业背景 过去五年内 有两年的自雇经验即可 此外还有企业家移民 创业移民 联邦技术移民 各省的留学移民 等等几十种移民方案 目前我们在温哥华 多伦多 莫德利尔 悉尼 卡尔加利 萨兹卡东等地均设有直属的分支机构 除了帮助大家办理移民 同时提供全方位的后续安家服务 移民确实有很多的挑战 需要巨大的决心和勇气 是强者的游戏 但是万事开头难 路虽远行则至 为了您的孩子 为了财富安全 只要现在开始行动 一定能远离的移民梦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财经冷眼的讨论组 有专家为您一对一的解答 所有的移民相关问题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请大家随手 关注我频道 转发 点赞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